从2016年成立至今的好地下艺术空间 今年届满五周年 不过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安排庆祝 艺术总监田明璋表示 今年除了新设好书铺 未来也要开办假日艺术学校 要持续深耕当代艺术总址 在花莲遍地开花 为在花莲市节约街和新港街交叉口的好地下艺术空间 从2016年5月29日成立至今 日前届满五周年 今年适逢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并未特别庆祝 好地下艺术空间从2016年5月开始 到现在已经届满五周年 那很高兴我们在这五周年的期间 我们持续不断地办理展览 然后讲座工作坊还有讨论会 这里面大概就不间断地这样子举办 那每年大概有八到十档左右的展览 那展览部分还包括邀请展 然后珠春艺术家的珠春展 还有每年很有特色的所谓摄影书的书展 那这个延续的每个大概都延续四到五届这样的一个办理 那今年因为我们新增了一个新力军就是刘晓慧 那他当所谓策展和公关 那就是跟他合作 我们开始思考说那有没有其他推动的方式 所以今年第一个新增的项目大概就是我们每一个展展 都会安排一个团体导览 那再过来就是可以看到我身后面就是所谓书铺 好书铺就是希望说帮所谓艺术家的摄影家 可以推动他们自己创作的书 然后在下半年呢又另外一个很有特色 就是我们办了所谓当代艺术的假日学校 所以希望透过类似像工作坊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把优质的讲师引进到花莲来 然后让观众除了说可以来看展览之外 还有一个学习的地方 艺术总监田明璋表示 系组过去除了感谢与花莲日日相似的缘分 也感谢众多国内外优秀创作者和策展团队一路相挺 为花莲艺文投下许多的艺术能量 首先还是要感谢所有来参与的任何人 包括所有的展览展出的艺术家 讲座的讲师还有很重要是这个团队的伙伴 包括助理啊然后公关与策展人啊 还有所谓实习生 其实大家的这种所辛苦的团队的经营 才有可能今天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成就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要感谢国家的补助 我们主要还是会拿到国家文化与艺术基金会的赞助 还有文化部 那在国就是很高兴慢慢的有不同的观众群进来 除了说学生之外 也有很多花莲在地的所谓艺术圈的朋友啊 或是一般的观众来参与 我想这也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作为把当代艺术可以进到所谓一般大众的教育里面 田明璋表示好地下五年来都获国家艺术与文化基金会补助支持 去年更成为视觉艺术组织营运专案东部唯一受补助的单位 去年也重新打造入口狼柱招牌 今年新设贩售艺术家书籍的好书铺 而未来加入艺术家刘晓慧的协助 更期盼假日艺术学校的成立 都能为好地下艺术空间 在华联继续生根当代艺术的种子 接着蒋方艳华联士报导